政府為豬流感做好準備 一旦本港爆發疫情 就會徵用西貢的麥利浩夫人度假村 作為隔離中心 為了配合準備工作 麥利浩夫人度假村 星期三暫停開放一天 等政府官員到場視察環境 工人早上在度假村內進行清潔和消毒 度假村在關閉一日後 星期四就會如常開放給市民使用